各位中常委 各位媒體朋友 台鐵泰魯格號的事故 對全體國人都帶來了衝擊 我們為乘客的傷亡感到悲痛 也為年輕的駕駛的殉職感到不捨 正因如此 我們必須要強調 改革台鐵勢在必行 這幾天 社會針對台鐵改革 已經有很多的想法跟意見 包括台鐵未來的經營模式 是否要公司化的問題 台鐵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和財務壓力 它也肩負著許多政策責任和社會責任 確實需要改革 我相信每一個台灣人都希望 台鐵可以更安全 更有效率 這的確是台鐵的責任 當然也是政府的責任 2018年10月發生優馬事故之後 隔年1月 行政院針對台鐵改革 提出了144件事項 經過兩年的時間 已經處理了109項 剩下來的大多數是需要一些時間來處理的項目 我們一定會逐步完成 這些改革必須按部就班來處理 目前最要的工作 就是徹底解決台鐵組織文化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強化台鐵內部組織功能的調整 例如 加強台鐵運工機電四大系統的橫向整合功能 改變層層上報 再層層下達的處理模式 讓區域內的問題 可以在區域內解決 來提升台鐵管理的效率和安全性 還有最重要的 就是很多人都提出來了 台鐵施工安全管理的意思和標準 這一定要全面的檢討 革新台鐵的組織文化 管理和安全的組織問題不解決 營運模式再怎麼調整 都無法滿足社會的期待 第二 要努力解決台鐵長期虧損的財務 台鐵為了國家經營許多無法獲利的鐵道路段 所造成的營運的虧損 還有員工退休 資產活化等問題 日積月累之下 造成了台鐵財務龐大的負擔 不僅打擊員工的士氣 也讓台鐵的營運效率安全都出問題 這些問題不解決 任何改革方案都可能遭遇很大的阻力 因此 我們要趕快幫台鐵解決財務問題 讓單位能夠穩定獲利 員工沒有後顧之憂 改革的方向才容易達成共識 最後 當台鐵的營運能夠做到良好的管理 提升安全的要求 並且改善財務的困境 我們才會有更大的空間和彈性來討論 最適合台鐵永續經營的模式 過去 我們推動了很多改革 在改革看到成果以前 難免被質疑 但是請大家不必懷疑政府改革的決心 這五年來政府的施政 許多改革成果一一展現 證明了我們從來沒有害怕碰觸艱難的改革疫情 對於台鐵 我的態度更是如此 台灣各地的民眾 都值得擁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改革台鐵 我們責無旁貸 不必懷疑政府的改革決心 請大家信任政府 跟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